先說說俄羅斯戰爭 俄羅斯方面 找多幾十萬人去打烏克蘭 烏克蘭方面也做一個大反攻 烏克蘭的大反攻 當然要用很多資源 即是炮彈等什麼都要用 卓維斯 英國首相 較早前在聯合國發表講話的時候 他就說2023年起碼要用23億英鎊 去做軍事援助 要幫烏克蘭擊退俄羅斯的軍隊 當然啦 英國當然會繼續做 烏克蘭其實到現在都需要很多彈藥 每天他都在射幾千顆子彈和火箭 現在有個消息傳出來 就是連英國 自己本身都不夠彈藥 英國將很多彈藥給俄羅斯之後 現在英國自己 都是彈藥不足 基本上英國現在是沒有子彈的 英國現在是 英國大部分的彈藥儲備 就是由英國的國防承包商 這個BAE Systems 去生產的 之前呢 其實就已經說了會有 擴大那個生產的 但是呢 政府和他們都未簽那個合約 那未簽合約的時候 沒有人會先做的 因為未簽合約 可能做了都收不到錢 現在呢 如果他增加那個產能的話 那就正了 英國又有 即是有些人 就可以去做這個子彈了 那 他之前做的那個N Law N Law 其實就是 當然是 瑞典的SAP公司 和法國的Tales公司 Tales公司 就在北愛爾蘭的工廠那裡做的 那現在那個合約又未簽 那 那 現在在等合約 其實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 英國呢 它說了很多說 會佔錢去幫烏克蘭 又說會製造很多 軍備給烏克蘭 但是呢 但是呢 全部的合約呢 因為他們應該相信 就是跟那個 手上換人有關 那他們沒有簽 那 現在呢 現在還在等著 5000顆新的N Law N Law N Law是用一次的 即是它的炮管 和那個彈是一次的 它不可以回收的 它射完就丟了 其實就是 所以 現在呢 你會說 5000顆不是給了很多顆嗎 那些炮 是不是可以重填的 不行的 它 那顆炮 就是跟那個炮蛋 是一次性的 就像吃杯麵一樣 它一揭開了那個蓋 然後 不知道按什麼按鈕 然後 射完 整個東西就丟掉了 所以之前呢 俄羅斯 它說收拾了很多N Law的套 其實那些是沒有用的 它要收拾了還未開封的 才有用的 但是它有密碼 收拾了 如果沒有密碼 當然是沒有用的 現在 除了N Law之外 它們也會有 Jeffelin 還有另外一隻 叫做 Brimstone 那隻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Jeffelin 它是標槍 這是美國的系統 Brimstone 我不知道是什麼系統 你有沒有聽過 但是還有其他的反彈克 這個 就是 軍火 其實當然是有 那麼 現在呢 還有 這個 幾百顆的導彈 還有 就是 16,000顆炮彈 送過去 俄烏戰爭的場地 還有 就是 英國的庫船裡 頭盔、避彈衣 還有 四十萬顆 那些 步槍 那些彈藥 全部都送去烏克蘭 還有 之前 有六架 有 Star Street 防空導彈發射的 Stormer 車 送過去 現在 有很多彈藥 155毫米炮彈 這些 炮彈 就是 裝進去美國提供的 M777 那裏 還有 就有法國的 海撒系統 都是用同一個彈藥 所以英國的彈藥 就可以塞進去美國的炮 M777 法國海撒 和德國PZH2000系統 都可以塞進去 所以英國就做了彈藥 現在 智庫的研究員 就出來說 英國就可能會捐贈更多的傷和物資 但是現在英國就沒有彈捐 還有 情況就是 有可能會再捐多些反彈黑武器 但是現在還未簽藥 還有一些 比較容易 一般人可以拿到的 一個人可以拿到的 另外 有火炮和裝甲車 烏克蘭當然很需要這些東西 英國也有提供人道主義的援助 所以英國在這場戰爭上花很多錢 英國和其他國家 基本上都是用設備和彈藥的庫存 即是他們自己的倉存 是供應烏克蘭的 因為這個局勢比較緊迫 即是他們的說法就是 還有 現在的情況就是 他們的生產就跟得上 還有 還有 英國的問題 本來的庫存已經很少 現在 英國可能是一顆炮都沒有 很多東西都 現在是他們自己說的 不是開玩笑的 英國人公開就說 倉存太低了 那些東西都供應給烏克蘭之後 我們沒有全部子彈 那 英國當然 有些東西是比較舊的 譬如我剛才說的 brimstone 其實就是一款舊款的 反太克導彈來的 那 其實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英國就有多些的陸軍和海軍基地 武器庫存在二戰之後 其實都是比較多的 當然現在是不夠的 現在其實 英國其實是萎縮了很久的 他們的軍隊 以前他們有三個大型的 即是中央彈藥庫 現在有兩個 其實已經收皮了 即是他們冷戰結束 其實 令到他們的軍火存量 就少了很多 現在 就有其他國家可能會 買一些舊軍火出來 英國現在的看法 可能他們會買一些舊的軍火 再捐給烏克蘭 英國會不會提高他們的彈藥產量 其實 有人說會 有人說做不到 有人說做不到 不知道 現在就是 法國他們 他們的軍事採購部門 現在有些法律會幫他們修訂 修訂了法律之後 就可以增加武器的生產 這是法國方面的消息 那 究竟 這些 民用設備 製造商 幫 法國政府 生產軍火 的時候 究竟 算不算是一個參戰方 現在 法國的報道 就說 他們 可以給那些 本來做民用的生產商 他們 在不正式參戰的情況下 做武器 其實這些 就是 傻的 因為 如果製造了彈藥 你很有機會 就被人炸 事實上 當然 現在就是 俄羅斯 他就不敢 究竟 俄羅斯會不會去炸 那些西方 武器生產的 倉庫 或者那些武器生產的 工廠 其實你都不知道 當然 現在 英國的情況 就是他們的 彈藥庫存 有些人就說 他們之前是很浪費的 現在 沒有彈藥 其實是對的 因為 之前的彈藥庫 那些舊彈藥 浪費很多 現在 這樣捐出去 其實就沒有浪費 是最划算的 有些人的說法是這樣 那究竟 是怎樣 我不知道 現在 其實捐去 烏克蘭的裝備裡 還有很多 以前是華約國家 蘇聯時代製造的裝備 其實捐了很多 其實就 那些就包括了 坦克火炮 和小型武器的彈藥 所以 連舊式的炮彈 都送了去烏克蘭 而且 美國 不是叫那些 這些叫做 前華約國家 是 免費供應給烏克蘭的 其實 美國 是有給錢 那些國家 是把貨 送給烏克蘭的 那究竟 誰收了錢 誰 下了袋 不知道 但是美國政府 其實 應該 就扔了 一千萬出來 去買 那些 即是美國 叫做非標準的 彈藥 其實就是 蘇聯時代製造的 彈藥 那當然 究竟有多少錢 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那些 訊息 都不是很全面 好 好了 這個 這個 就是 英國應該找中國 代工 保證生產快 成本低 收貨快 不會的 其實 英國 和法國 那些地方 他們那些國防 他們從來都不找代工 他們盟友之間 也會去代工 這些是不會找中國 代工的 其實他們連軍服 都不會找中國 老實說 如果你去那些軍用店 那些店 你買 現在他們有些 多了那些軍服 在香港也可以買的 美國那些多了的軍服 是買得到的 你看看他們在哪裡製造 你就知道 連底褲都要自己美國製造 情況就是這樣 Anyway 現在繼續說說 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情況 就是美國的報告說 現在美國的軍事援助 是從美軍的庫存拿出來的 基本上 亦都是令到 美軍自己不夠庫存 究竟是否真的 美國上個月的報告寫出來 究竟是有敵之計 還是美國真的不夠子彈 不知道 但是美國國防部 他的官員 就是這樣說的 向烏克蘭 發送了 80萬顆子彈之後 他們155毫米炮彈的儲備 是低度令人不安的 這是美國方面的消息 究竟英國那裏 是否也是類似 我想英國也是差不多 情況就是 現在看到那個情況 就是美國 他扔了這麼多東西下去 現在才佔了一點點地方 所以看到 究竟那些導彈 是否全部都用在前線呢 其實 我就不相信 我覺得始終 烏克蘭那班傢伙 一定會有倒賣的情況出現 其實就 不要緊 說到這裡 其實就差不多了 英國不夠子彈 美國也不夠子彈 鄭德華說 美國不停要打仗 怎會不夠子彈 他不知道 他是這樣說 他是 他真的是這樣說 他是這樣說 發了這麼多子彈之後 就不太行 無論如何 說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 我們再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經就休息一會兒 朋友火車 提出一個問題 遠 Inn 會不得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